好,大家好,今天我会连接上次我讲的送本广运 垃圾书,但今次我不是讲送本广运,而是讲香港语 为何在填字上这么难呢?我会提供一个什么呢? 第一,完整的和正确的解释,一些中文学者 或是国文佬,我不理他,他们经常说 平常语音很奇怪,所以没办法填入这些字 那就是没解释了,为何妈妈和女人 你问生物学家,中文佬是不懂生物的,你问他没用的 没关系,其实很简单,因为香港语的六个音 这六个音,他们可以由高音排列至低音 和这个排列的次序是固定的 和现在国文佬讲的什么八声九声,平常去入阴阳 再加一个发字音,没关系的 我稍后看看为什么,第二,我用一个例子来看什么 看回香港语,其实它本身有很自然的音律 可以唱出来的,即每一句字,其实都可以用任何诗大调 唱一些诗大调的音阶出来的 这个特性来说,汉语是没有的 你找不到一个汉语四音可以这样做到的 做不到的 汉语四音绝对做不到自然的音律 所以他们要什么呢?所以他们要常常有训练 训练,要训练,要训练 训练,要训练的 他们从小到小,要训练的 训练,要训练的 训练是什么呢? 香港话训练,别傻了 你有没有搞错? 神经病的吗? 不会这样说话的,我们是平时正常人 说话很普通,就很好听的了 说话很平稳,就很好听的了,是不是? 我们不会这样说话的 首先来说,我们温集上一次介绍过的一些东西 香港语本身,其实每一个字都可以拆成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Initial,第二部分是Final,第三部分是Tone Tone来说是最重要的 Initial和Final,其实我用什么呢? 我用Sidney Loud那套 那我借用了那套 放在我自己的一套 叫做Natural Cantonese Romanization 那我一套拼音法 和Sidney Loud的拼音法 唯一不同就是Tone的排列 我123456 他的123456 和我的123456是不同的 为什么我要自己的排列方法 因为这样排列 只能分得出每一个字的高低音 按照我的排列方法 1是最高音 6是最低音 如此类推 那如果按照Sidney Loud 或者其他 尤其是Final 在坊间会看到 Yale 耶鲁碰音法 和月拼 他们都不按照高低音排列的 123是按照的 但是 456是很弯的 那如果这样的话 我没有办法用来分析了 所以如果我们用Natural Cantonese Romanization 很容易分析 其实 为什麽他们 为什麽他们 都不明白 港府 音或者香港 语音 因为他们的 123456 都很弯 按照 Natural Cantonese Romanization 123456 举例 音字 yen 拼出来 音 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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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四个平音 高频 中频 低频 底频 这些四个平音 都是有高低之分 高音的3 高音的5 高音的6 中间加插了什麽 两个常声字 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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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幅图就是这样 由一排到6 1是最高音 6是最低音 平均音来说 就是这样 由上以下 OK 我们发觉 想解释 香港语音 填词困难 最简单的方法是什麽 用我们最熟悉的一首歌 是什麽呢 麦兜不知是否唱过 好像有唱过 但是麦兜经常唱这首歌 你有没有发觉 都是我们小时候唱过的歌 而且唱出来 都不知是对什麽 尤其是 我自己的大苹果 我自己的大苹果 为什麽这麽难唱呢 我们温集一下 我自己的大苹果 其实应该怎麽唱 我自己的大苹果 我自己的大苹果 我一个嘴片 我是一个嘴片 我一个嘴片 我一个 name 我一个嘴片 俄诗,俄诗,俄诗,一字,没有一字音的,没有这个字的,俄诗一歌呆,书呆字叫呆,拼,拼用的拼过,俄诗一歌呆拼过,然后就是歌歌喊之道爱我,歌歌喊之道爱我,不知我这是什么,为什么一首这么简单的歌会弄得这么复杂,唱,极都唱不到, 你想一下你小时候,你会不会问一下自己,为什么香港语这么奇怪呢,唱多少唱不到,不是你不想唱,是你没办法控制,是不是你自己失控,不是你自己失控,是港府语的语音系统是很固定的,它有固定的高低音的排列次序,这些高低音的排列次序呢,你如果用一段音乐来说是不match的,你的次序就没办法唱出来的, 很简单,如果我们看看我们其实用这六个音来把整个字列出来, 作为我,יטro,老师, 我, leurs,rey, 、ne교, 、牙あの, エ、蝐, 、些,、、 咯呆, 、 еще, contributor, 、や、 这是变成的意思,本来日期的日帝 我们读书是梁神吉日,过去日字 这是入声词 根据现在国文佬的九声 没有办法排到日字的音 只能排到法字的音 日日日日日,未去找到这个字 又是哥哥哥哥哥哥哥 非的意思是非汉字 哥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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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哥哥哥 这个个是有这个字的 个个个字音 输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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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拼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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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拼 个个个个个个 我们看看为什麽 俄诗逸过带拼过去唱成这麽畸形 其实很简单 我们看看这些音 输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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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 连续三位是平 道,道,道 然后再升到B 由第三音升到第一音 即是由第六音升到第三音 然后平平 然后再升到第一音 由道升到B 然后再跌到道,跌到第三音 第三音 即是我们老是怎么办 老是听到乱音乐 看高低音的对比 然后塞到这些字 塞到什么字呢 最主要是塞到平声字 因为单音 其实就是平声 即是拉长的时候,音不会变成平 这样的问题就是 上声字怎么唱出来呢 现在会解释了,其实上声字 是我们硬硬唱出来的 是硬硬唱出来的 但不要紧要 第二段音乐 歌歌蟹之道外阿 歌歌蟹之道 读到 него 道外阿 找回到 输读无疏 输乏输 bli 落下麦 未来是输到 如果说 им 嗨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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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嗨字没有字 我们的脑子怎么办呢 我们的脑子会找到低音歌的字 然后塞进去 对了 一个平音的低音歌字 就是嗨 歌歌嗨嗣 歌歌嗨嗣 由第三音音音上到第五音音 歌歌嗨嗣 到 因为这两个歌字 所谓这个嗦 和这个嗦 这两个字很接近 这是一音 你会由三 由五 所谓由一音跌到五音 然后之后呢 因为这两个音太接近了 所以我们上回一音 不会上回二三音 歌歌嗨嗣 由嗦跌到道 歌歌嗨嗣 道 道 爱 阿 你看回 就是 道 re 是声的 道 去到 爱 去到之 都是一个声 由五音升上三音 升上一音 问题就是 你这个一音 和这个一音 为何一个是soul 为何一个是me 刚刚说过 其实我们的脑子怎么办呢 我们的脑子是看左右旁边的字 我们不会回来这么远 看回这个歌字 道爱阿 大家都是平声字 正常 然后呢 由道去到me 都是声 道爱阿 就这么简单 那我们再看回 香港语本身有自然音韵的 你可以唱出来的 佛珊瑚 我不喜欢那首歌 我想唱回真正正正的这些字 那又怎样 我是一个大苹果 个个孩子都爱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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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个孩子都爱我 为什么我可以这样唱出来呢 很简单 你看回这个pattern 其实香港语最重要的是 高低音的pattern 即是高低音的演变 看回 我是 由道 去到t 低音t 道 道 t me 道 t 数me 我是 我由高音去低音 然后由低音 t 上回me t 刚刚 由5音上1音 再由1音 跌回 3音 由me 跌到度 由度 再跌到t 即是由第三音 跌到第5音 由第5音再跌 再跌到第6音 由低音td 到低音so 然后再扯回 me 第5音 就是说 刚刚提到 其实是上声字 为何这些上声字 那么奇怪呢 为何我不是由第6音 到第1音 平音 其实我是硬唱出来的 为何硬唱出来呢 实际上 如果你找一个 鬼佬 他遇到这些字 刚刚学英文的鬼佬 刚刚学香港语的鬼佬 他怎么讲呢 他怎么唱呢 他不会读 我是一个大苹果 是一个公文字的 你试他叫他唱 他不会唱到上声出来 一唱就唱平声 为什么呢 因为单音其实就是平音 平声其实是单音来的 平音是单音来的 上声是什么 或者上音是什么 上音是一个滑音 向上的滑音来的 实际上 我是一个大苹果 其实我们选择 我是一个大苹果 其实你起音的时候 是低音过 是低音过 这个度的 我 我 你不是 我是一个大苹果 其实 我 是你用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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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 我 我 是一个大苹果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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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什么 但是 你可以重看我一篇文 就是说香港语音是相对性的 刚刚说过了 同样的一音 其实有时候可以唱出me 有时候可以唱出花 或者唱出so 视乎左右旁边的音 还有上声字其实呢 唱出来的时候是硬来的 但是我们香港人已经习惯了 如果你找回那个鬼佬 他刚刚学香港语的话 他没有让他唱出来的 他唱出平声字 就像我是一个大平哥 个个鞋子都爱我 我是一个大平哥 个个鞋子都爱我 OK,I'm running out of time. See you next time. Bye.